来 大臣同学 试着读一下这三个词 Do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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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个单词是Dong 它的原因是 啊 你啊什么啊 又没有踩你脚 老师 你真的踩我脚了 你这个原因啊 不要发成啊 它的口型没有那么大 而发音也没有那么长 它是一个短原音 发 啊 啊 而与之相对的 后面的嗯呢 就会变得长一些 就好像是两个演员在舞台上演对手戏 一个演员气场非常弱的时候 另外一个演员的气场就会非常的强 所以说这个单词应该发作 Do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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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 诶 我还没有教你下一个原因 你就已经会了 都能抢答了 下一个原因是 O 是一个长原音 是一个长原音 它呢 口型比较圆 而发音比较长 发作 O O O 诶 就像之前的两个演员一样 只不过这次 原音比较强 辅音比较弱 对了 你可真是个小天才 所以这个音就发作 Dong Dong 最后一个单词的原因是一个双原音 你要先发A 再发W 啊 老师我懂了 O 你是只狼啊 发双原音要发的前长后短 比例大概是2比1 所以要发 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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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像一只狼一样 要像一只老虎一样 O O 所以这个音发作 Do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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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ng